网友在视频评论区留言 预算33万买车 奥迪K5R40和大众图王2.0T380 该买哪一个 就是家用 偶尔去远郊溜渡玩 哪个更适合开着顺手 好 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个车子 激动风味要哪一个 他说的这个奥迪K5R40啊 就是2.0T低功率那个版本 那么图王2.0T380啊 就是那个高功率的2.0T发动机 就这两个版本啊 最大的差距 奥迪是豪华一线品牌 这个图王嘛 大众品牌啊 那么大众图王是中大型SUV 奥迪K5R呢 它是一个中型SUV 这个图王呢 它是全系7座 奥迪K5R它是全系都是5座 而且它是全系10时市区 这个图王380呢 它是全时市区 330它没有市区 主要是这个差距 如果7座行求呢 你就选择图王 毫无置疑 那么这辆台车 还有最大的差距 是奥迪K5R 它是基于大众的MLB EVO 更好的一个平台打造的 一个重置的平台 发动机变入箱 都是重置的 悬挂啊 用的铝合金材质 开起来 质感 用料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图王呢 它是一个横置平台 MQB平台打造的 一个横置的发动机变入箱 所以说做工用料上 它底盘的扎实感用料上 都没有这个奥迪好 所以说两台车看起来 奥迪K5R 它的这个行车质感 操控 还有加速这一块 绝对不是图王能比得了的 但是图王它的特点就是说 稳当 扎实 空间啊 比较好 适合于家用 那么大众图王呢 底盘的双重冲压的钢板悬挂 并没有铝合金材质 所以说操控质感操控了 它根本就是没有奥迪K5R好 如果你要操控好一点 加速快一点 你选的奥迪K5R 那有人说了 图王380高光率也不差 不 我们说错了 那拉动它那个中型SUV 图王R探月 还可以 如果拉动这个中大型SUV 也就是说够用 你要是多猛 它没有 加速并没有那么快 开起来有些笨 但是很稳当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两款车子 开起来其实家用啊 图王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说不考虑品质样力 还是不错的 毕竟奥迪这个车子 减配很严重 这几年呢 德系车减配很严重 尤其是这个奥迪 你像这么贵的车 三端 什么辅助驾驶系统啊 座椅加热什么的 都需要你花钱去选装 而你选的大能图王 它就几乎是标配了 是不是 所以它减配很厉害 那也没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